我们聊动时宋丹丹,在中国可算是家喻户晓的明星,七岭贤主演的交友儿女,更是火遍了全中国,也正是这部作品。 上海市小朋友的杨子张一山等人,与大明星宋丹丹结下了不解之缘。 杨子张一山两人,现在都是影视圈的红星,而宋丹丹则是很关注他们两人的成长与发展。 在电视剧家有儿女激烈中,杨子扮演的下雪给人的感觉异常的灵动,而张一山扮演的刘星也不甘示弱,处处充满了笑点,更是经典表情品出。 宋丹丹扮演的刘美更是自然入戏,很多时候就感觉他们根本不是演员,就是一家人。 不过张一山扬子与宋丹丹的缘分,便开始于这部作品,扬子作为童心出道,其后出演了不少的作品,与后来当红的小花蛋扬妮、刘诗诗等人皆有一笔。 可杨子与刘诗诗扬妮等女性比起来,自然显得稚嫩了一些。 不过杨子凭借家有儿女中下雨角色的余晖,依然在娱乐圈行走得很好。 直到考上北京电影学院之后,还是如此,其实在杨子就读大学期间,宋丹丹出于关心杨子,曾多次让杨子在大学好好进修,能推掉的戏就推掉,然后就出现了杨子大学快毕业的时候,让杨子感到很迷茫。 还是在宋丹丹的帮助之下,才走好了接下来的影视之路,有个别的拼远,则是宋丹丹利剑的。 随着杨子的不断努力,在娱乐圈也算是站稳的脚跟,凭借其在小花蛋中突出的演技,杨子也获得了大批粉丝的喜欢。 近期热播的《香蜜城沉浸如霜》,杨子就彰显了很不错的演技,私下更是得到了宋丹丹的肯定。 同样也得到了其好友张艺山的祝贺,宋丹丹对杨子真的是很好,不过对张艺山却态度明显不同。 宋丹丹对张艺山的关心似乎常在生活上,以及教张艺山处事为人之上,几乎对张艺山影视剧的揭拍以及发展,不做过多的询问。 碰到难题了宋丹丹,也是让张艺山自己想办法解决。 张艺山与杨子在影图上,其实有很大的不同。 张艺山上大学的时候,基本没有怎么解析,而是选择顾好大学生活,并在大学中好好专业电影知识。 所以张艺山自大学毕业之后,其个人主演的作品很让人觉得称赞。 最值得一说的就是《鱼醉》系列,张艺山早年与宋丹丹结缘之后,宋丹丹则把张艺山当成其儿子那般,更是常常对张艺山说难而当自强。 由此可见宋丹丹其实同样很关心张艺山,只不过是对张艺山和杨子两人之间的态度不一罢了,而现今基本只有是张艺山的作品,差不多都有演技的宝藏,而这一切跟张艺山后期的修行有关,真的很看好张艺山。